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去年12月 也就是几天前 在12月根据官员的统计处理超过了30万名移民 而这个人数是创2000年以来单月的新高记录 国土安全部初步的数据有这样子的显示 平均每天有8400人 如果这个数字不变的话 整个12月份在偷渡或涉嫌偷渡 大概有26万人 还有5万人是循着边境口岸抵达 然后申请庇护 两者相加就超过30万人了 非法入境的人数再度创下新高 而部分的原因就是 委内瑞拉移民人数下降之后 现在又突然攀升了 美国总统在拜登政府 曾经在秋季颁布了一个新的措施 就是要求部分中南美洲国家的民众 必须要在自个儿家乡先登记轮后 擅自取到墨西哥北上的话就会被驱逐 但是随后 委内瑞拉的移民也因此减少 但是12月份又重新增加到5万人 还比11月的人数要激增超过了差不多一倍多 这个现象引发的就是政治方面的影响 分析预料移民的议题就会成为总统拜登 在今年寻求连任的一大考验 共和党方面是一直在批评 拜登开放边境的政策 让问题失控 也为州府和地方带来沉重的负担 现在移民已经成为受访者第二关注的议题 在民调当中已经显示 他的排名现在仅仅次于通货膨胀 那么我们德州的共和党籍的州长 Greg Abbott对于这些移民进来了以后 他有他自己的比较激烈的方式来处理 那么就是把这些移民 把他转送到其他民主党主导的州 那么包括了丹佛 包括了这个地方芝加哥市 还有丹佛市都是他的目标 现在可以看到连续多月的移民争议当中 我们德州的州长Greg Abbott 他展开了Operation Long Star 就是我们讲孤星行动 包括他把多批的移民送到各地 在最新的一波行动当中 就在去年应该是去年年底12月31号 派遣了飞机在这300多名寻求疲惑的难民 就在12月31号的凌晨 他降落在芝加哥的Rockford机场 另外呢也安排了八辆的大巴士 满载移民由我们德州 一路就往上开到了芝加哥 这两次的行动在事先 州长Abott都没有通知 就是芝加哥 对此呢 芝加哥的市长办公室也发表声明 表示这些移民在郊区多个地点下车 随后就搭乘火车和其他的交通工具 前往市区 那么由2022年的8月以来 现在已经超过26000多名的移民 抵达了芝加哥 其中有14000多人是住在市内27个庇护中心 而在Danvers呢 从2022年以来也有35000多人 那么抵达了当地了 在现在呢 Johnson呢 这位是芝加哥市的市长则说 德州许多大巴士载着这些移民 在没有和目的地的政府协调情况下 继续抵达全国不同的城市 而且移民半夜下车 还没有办法获得支援 现在移民成为全美 甚至已经是全球的问题了 好 下边的话 我们看到来自华盛顿的消息 美国海军在昨天说 在哈马斯去年10月 对以色列发动了致命攻击之后 部署到地中海东部的 美国航空母舰福特号 将会在未来几天回到美国 美国海军在声明中 做了上述的表示 也说呢 他们正在与盟邦和伙伴合作 来强化这个区域的海上安全 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哈马斯去年10月7号 对以色列发动血腥突袭之后 华府就向以色列提供了军事支援 同时也加强在这个区域的军力 包括了巴伏特号和其他的军舰 部署在这个地方 另外呢 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数据显示 加州大城 罗杉亚斯的近海 就在昨天发生了一个规模4.1的地震 还没有传出人员伤亡或灾损的消息 在加州是经常遭受地震的侵袭 地震学家则说 未来数十年的某个时刻 当地非常有可能会发生一起 极具破坏力的大型强症 好 新闻方面呢 最后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一个呢 是和大家的健康相关的啊 这个提醒我们的朋友们 要特别的注意 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跟健康相关的讯息 这个呢 是关于就是配方奶粉 就是美国的一家营养食品公司 叫Mate Johnson宣布 因为它部分的产品 它的被殖克能被细菌污染了 所以呢 它现在自愿在美国市场召回产品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 还没有发现有人会感到不适 或者因此而生病 在FDA是在12月31号说 这一批需要回收的奶粉 怀疑受到板旗式克洛诺菌的污染 但是美国以外取得的样本 呈阴性反应 所以当局战时也没有收到 相关的疾病或其他报告 不过这一家营养食品公司 Mate Johnson则表示呢 他们是自愿的回收 在美国的这一批配方奶粉 好的朋友们 带给大家 这是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你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而接下来焦点就要转到 国际新闻方面呢 和我继续的一同关心吧 不过呢朋友们 我们在这儿先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再一同关心 来自国际方面的重要消息 在国际方面的新闻 首先我们还是看 关于在日本的地震 日本在发生了这个强震之后 在石川县 日本气象厅呢 也就在2号的上午 解除了对日本海沿岸地区 所发出的海啸注意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召开了记者会 也宣布要把救援受灾者 来作为他的首要任务 也承诺将会责成相关部会 对灾民提供物资等必要的协助 日本是在元旦发生了7.6的强震之后 气象厅就发布了大海啸警报和海啸警报 在现在日本首相岸田 在这个记者会当中说 目前是确定建筑物倒塌和大火 造成相当大规模的灾害 而政府正在紧密地掌握受灾情况 并且做出初步的应对 而在这一次的石川县的这个大地震 目前已知死亡人数超过了65人了 气象厅则说 从1号就是元旦到2号 日本发生了155次的地震 这一次呢 在这个日本能登半岛所发生的 规模7.6的强震 原子力规制厅则说 石川县的智赫核能发电厂 还有另外呢 还有新一线的博企义与核能发电厂 目前都已经暂停运作了 但是呢 因为这个地震强烈摇晃 有部分用过燃料池的冷却水已出来 放射性物质对周边 在现在的报道是说 没有影响 在现在呢 原子力规制厅 目前重点则放在 搜集石川县 智赫核电厂 新一线博企义与核电厂 还有福井县敦赫核电厂 等等他们的这个是反应炉 或者是其他另外相关核电厂的资讯 下边我们再看还是日本的消息 不过这个就跟在空难有关了 这是来自羽田机场 这一架日本航空班机 在2号的晚上降落在东京羽田机场之后 擦撞了海上保安厅的飞机 在跑道上起火燃烧 在日本的媒体报道 这个时候呢 在飞机上呢 有300多名乘客 目前呢可以知道 这一架日航班机上 379人是全员逃出 而在海保飞机 有一个人脱逃 五个人失去联络 随后也确认 这五个失去联络的人 是全数身亡 而这个机长 则是受到了重伤 根据在东京消防厅的报道 这架日本航空516班机 是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过后 由新千岁机场起飞的 机型是空中巴士A350 它和海上保安厅的飞机发生了查状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新闻 这个是在韩国 韩国最大的在野党 也是共同民主党的党魁李在明 就在2号在参访南部城市釜山时 遭遇袭击 颈部受伤 流血倒地 根据报道 李在明在2号的上午前往 沁上南到梁山市拜会前 南韩总统文在寅之前 参观了这一个釜山江西区的 大象展望台 还有加德岛机场的建设工地 在早上10点半左右 就在他结束在新机场的考察 和记者在进行问答时 就有一名男子走进他 并且请求签个名巴 他就要签名的时候 那个人却拿出随身携带的武器 那么挥向了李在明的脖子 这名身份不明的男子 是当场被逮捕了 那么这一个韩国共同民主党的党魁 脖子被刺伤 不过呢 现在晓得并没有任何生命上的威胁 接着我们再来看的 这是来自耶路撒冷的消息 以色列通过了 就是最高法院 在昨天裁定 推翻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右派政府去年 所通过的一项备受争议的法律 这个法律是限制最高法院的部分权力 而且还曾经引发全国性的示威抗议 以色列这项新法取消了最高法院 就是撤销政府和部会首长决策的部分权力 也就是剥夺了最高法院 驳回他们认为不合理决策的权力 以色列最高法院发布声明说 15位法官当中 有8个人裁定支持废止这一个法律 最高法院也提到 多数法官裁定废除这项法律 就是因为它严重损害到以色列的民主 另外呢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这个战争啊 以巴是或者说巴勒斯坦这边的哈马斯组织的战争 由2023现在已经迈入2024 以色列也宣布计划改变它的战术 并且会削减军队人数之际 以色列的军队在昨天已经由加萨部分地区撤出了战区 预计在未来 它的重点将会转向扫荡哈马斯的武装分子 而不会是全面入侵 以色列国防军预计将会在加萨 继续军事行动数个月 但是也标志着攻势进入了新的阶段 下边呢 我们再看到这是来自伦敦的消息 英国政府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就将近3万移民搭乘小艇 由欧洲大陆横渡英吉利海峡到英国 这个数据比2022年减少了36% 在横跨英吉利海峡的危险旅程 现在成为英国保守党政府的一项严峻政治问题 英国首相苏纳克在去年就曾经允诺他要阻止这一些小艇了 新闻我们最后看到的这是意大利最长寿的男子 詹妮妮去年12月31号在家中辞世 想松瘦111岁 他生前曾经透露他自己长寿的秘诀就是 清淡饮食再加上没有压力 好的朋友们我们也要向他看齐饮食清淡 然后最好就是什么事都想开一点 退一步海阔天空没有压力 自然活得开心活得长久活得灵活 朋友们带给大家这是在国际方面的新闻 德州中文台我是胡美杰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让我们在这稍微休息一会儿 稍后我们一同关心两岸方面的最新报道 要在这里特别的感谢德州中文台 我其他的同事们工作同仁们 在我请病假的这段时间协助就是在新闻方面的工作 再次的谢谢他们 好下边呢我们就来关心的这是在中国方面的报道 中国的新闻我们第一个先看到 就在外界对中国今年的经济情况颇为悲观之际 中国的财经高层官员则强调 除了外部的因素中国经济自身也面临困难的挑战 在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要增强忧患意识 要有效的应对以及和解 在现在中国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 常务副主任韩文秀的文章则说一些机构预测 去年中国经济增长了5.2%左右 尽管有基数影响的这个原因 但是按年回升向好则是一个基本的趋势 那么他也表示在稳中求进方面 要坚持做好经济工作的基本方法论 以进促稳则是要把进作为方向和动力 不能够消极应对不思禁区 另外在中国外交部也在今天 以层级比较高的不具名发言人的名义 就中美建交45周年发表谈话 表示拜协会开辟的旧金山愿景 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方面愿意和美国方面共同有效管控分歧 推动两国关系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发展 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史和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大的事件 谈话也提到中国对美国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 就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谈话当中强调中国方面致力于构建 稳定健康可持续的中美关系 而最后则说中国方面愿意和美国方面一道认真的实践 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所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及成果 另外在荷兰的晶片制造商艾斯摩尔则在今天说 荷兰政府已经撤销了部分运送晶片制造设备到中国的出口许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则表示 中国方面将会密切的关注有关动向 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汪文斌表示 就是中国方面敦促荷兰方面 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和市场原则 尊重契约精神 以实际行动维护中国以及荷兰两国以及双方企业的共同利益 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自由 开放公正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 另外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也公布了 元旦假期三天和COVID-19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相比 在中国国内旅游人次成长了达9.4% 旅游收入则增加了5.6% 尽管在境外的航班比疫情前还要少大约三成 但是出境的人数已经恢复到疫情前2019年的同期水准了 出境旅游恢复是受到了签证的政策 还有航班供给的制约 中国的国际航班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 下边我们再来看到中国的经济方面和青年人就业方面的问题 中国国务院参事室的特约研究员 国家统计局的前总经济师姚景元 在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就说 今年要特别关心青年人就业 要把解决青年人就业问题放在第一位 同时他也认为中国3%的赤字红线或许可以适当地放松 他表示去年中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维持在5%左右 总体上实现了年初所设定的新增就业目标 不过也不能够忽视目前就业结构性问题 特别就是在青年人就业压力突出 这是需要优先解决的重大课题 另外来自北京方面的新闻 继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在新年贺词 表示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之后 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宋涛也在今天发表了新年寄语 表示台湾民众要雇大局 坚定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习近平和宋刀分别在2024年新年之际发表谈话 虽然这是惯例 但是也正好碰到台湾的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在即 谈话中涉及台湾内容都引起了外界特别的注意 最后来自香港 香港一传媒集团的创办人李志英 被控违反国安法案在2号继续审讯 根据了解 李志英在庭上否认了三项的控罪 在现在呢 李志英呢 现在对于就是违反三项国安法的指控呢 是全数否认了 朋友们 这是带给大家来自中国方面的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下边焦点转到台湾方面 我们一块关心 不过呢 在这儿让我们还是先短暂休息一会儿 然后再带给大家来自台湾的最新消息 德州的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洋广主播张旭华 在台湾的消息方面 日本石川县能登地方发生规模7.6强震 截至今天中午 石川县富山县等地已知共有超过3.2万人疏散到收容中心 救援人员今天在强烈余震的威胁下 和时间赛跑 努力搜寻幸存者 目前已知至少48人罹难 强震并且造成大规模破坏 台湾外交部今天上午表示 观光客 侨胞 留学生目前没有传出伤亡情形 其中旅行团18团547人在旅行社的安排下 今天就会搭击返国 21位自由行国人暂时滞留在新系机场 也会陆续转往其他机场 另外有一位侨胞在灾区受困 据了解人已经平安 并且由住处提供相关协助 驻大阪办事处也将随时提供国人各项必要协助 另一方面 内政部消防署已经完成国际搜救队编组及救援准备 随时可以前往日本持援 外交部指出 第一时间就致电日台交流协会表达慰问 而救灾和捐款事宜 如果有进一步资讯就会对外说明 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说 外交部已向日方表达愿意协助的意愿 日方躺评估后开放各界协助 外交部会尽数周知国人 外交部表示 灾区部分情况仍然没有完全明朗 呼吁国人暂时不要前往石川县 金泽能登地区 外交部也会和日方相关单位密切保持联系 了解是否仍有自由型国人受困灾区 大选进入关键倒数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竞选总部 今天公布选前倒数十天作战催票计划 将于明天开始启动全国22县市同步站路口行动 赖肖佩也会亲自站在台北小巨蛋和新北板桥的路口败票 此外赖肖佩也将分进合集 最后黄金州分别从台湾南北两端出发 进行车队扫接 并且搭配超过20场县市大型造势晚会 再绕台湾三圈冲刺催票 赖清德在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中 质疑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将中华民国宪法当作两岸的护国神山 到底是要促进和平还是要给台湾带来灾难 这段发言引发对手攻击 再度质疑他的台独立场 赖清德今天受访时强调 如果硬将中华民国宪法九二共事化 才是真正的危险 他说 九二共事已经遭到习近平多次重申过 也多次定义 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 在这种状况之下 国民党不管是侯友宜赵少康或是任何一个人 把中华民国宪法九二共事化 这个会给台湾也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危险 这个是最关键的问题 对于侯友宜指赖清德的内心是想证明制限 赖清德强调 不论是国际社会或国内民众都看得很清楚 破坏两岸现状的是中国 不是台湾任何一个人 他希望不论是侯友宜或是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 在参与这场重大选举时 所讲的每句话都要有根据 对和平应有理想 不应存有幻想 2024大选倒数冲刺 国民党政府总统候选人侯友宜赵少康 以及党主席朱立伦 蓝营县市首长及明代 今天全台总动员在1139个路口败票 向西来攘往的车辆及行人肯托 期盼争取更多民众认同 有关联合报最新民调显示 侯康配支持度比两周前下滑四个百分点 推测原因可能是中立选民转去观望 以及温能固守被北基与陶竹苗悠事实 陪同侯友宜站入口的国民党前秘书长李乾隆信心喊话 民调式参考侯友宜的支持度一路上升 在误差范围内 他对侯友宜非常有信心 此外侯友宜1号接受网络直播专访谈及蓝白河签署六点协议 强调联合政府一定是在必行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今天表示 国民党已经是中共支持的人没得谈 对此侯友宜到台南车队扫接受访时 请柯文哲不要跟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一样 对他抹红 外传中国台气联要求台商小额捐款给国民党 嘱咐尾数要加200元方便便是 侯友宜说抹红要有证据 如果没有证据就是假消息 用此手段制造谣言是不对的 并强调他从头到尾反对境外势力介入台湾选举 台湾民众党政府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吴欣盈今天在新庄竞选总部召开记者会 宣布全台大车嫂正式启动 柯文哲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 希望诉求近距离接触选民的草根性活动 激发支持者的热情 突破民众党在传统媒体的绝对不利 记者问到对于国民党侯康佩的车嫂防弹 剥离高度减半希望更亲民的措施有何看法 柯文哲质疑这种小动作就是政治干预为安专业 他说 我还是那一句话 其实我们要建立一种尊重专业的一种政治文化 如果说国安团队他具他的职责 他觉得应该怎么做 我们就不要 所以从这个小动作就知道 针对今天民调封关 柯文哲也透露 下午竞选总部就会把最近的民调拿出来解释 并说明内参民调细节 1月13号开讲就知道哪些民调是假的 谈到蓝白气宝效应可能递减 柯文哲强调 蓝绿两党已经习惯过去30年的选战打法 面对今年出现的三个政治板块 需要思考新做法 至于侯友宜喊话六点协议还是有效 柯文哲则是简短回应 国民党先确认到底谁才能做决定 再说 2024总统大选即将投票 三组政府总统候选人的公办证件会 媒体自办的电视辩论会都已经落幕 台湾智库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吴色智 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 选战倒数即时 民调也将封关 各组候选人在政见会与辩论会 强化原本塑造的形象与人物设定 在政见会或辩论会的发言 反映候选人未来应对国政挑战的应变能力 也会成为选民最后判断的基础 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沈友中受访表示 三位总统候选人都卷入房屋或土地争议 只是争议焦点不同 而且都牵涉家人或家庭因素 但是选民并不会观察这么仔细 对选情的影响力有限 根据选拔法规定 1月3号零点起就不得发布 2024年大选相关民调 因此多家媒体及机构都敢在期限前 发布封关民调 近5天公布的9份民调结果 民进党赖萧佩都居于领先 国内新冠疫情持续升温 上周新增中重症个案与死亡病例都比前一周增加 续创近期以来新高 由于每日东南亚多国疫情也上升 疾管署发言人罗一军今天表示 因应近期全球呼吸道疫情上升 而且农历春节将至 预期接下来入出境旅客人数将骤增 因此从1月3号起将与桃园机场四处据点 定点定时提供美人议和快筛试剂 供入出境旅客自由领取 预计至少执行到春节廉价后 新冠疫情显著增温 上周新增38例死亡个案中也出现年轻个案 机关署逢疫医师林林指出 其中一名年纪较轻个案是 南部40多岁女性 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压、脑中风等慢性病史 没有接种XBB疫苗 感染新冠后引发肺炎 病情迅速恶化 住院第三天就因病发败血性休克过世 他忽于65岁以上长者 及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族群 尽速接种XBB疫苗 以降低重症、死亡风险 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重点新闻 谢谢收听